南投县65岁以上人口占全县人口19.2% 将进入联合国定义的超高龄社会 为此南投县政府成立中台湾第一个 全国第四个银法人才服务据点 这天正式接牌启用 县长林明珍表示 欢迎55岁以上有就业需求 或是有雇用银法族意愿的民众和企业 联络洽询南投县银法人才服务据点 南投县银法人才服务据点正式启用了 南投县政府针对55岁以上 或退休想在就业的求职者提供服务 开发临时性 季节性 短期性等就业没何机会 如果你55岁以上的要找工作 就可以到我们这个据点来跟你模仿 你是什么样要需要什么样的工作 我们企业 工厂需要哪些需要你帮忙的人 我们帮你模仿 中高龄及高龄的就位促进法通过之后 我们希望针对55岁以上的银法者的劳动参与力 能够有所提升 让台湾整个的劳动力能够有更好的运用 以及开发的使用 所以我们才会在各县市政府 补助他们成立银法人才服务据点 据点也提供劳动法令 及职业发展咨询服务 并会办理一些就业促进活动及训练课程 另外也会向企业宣导 可聘请专业银法人才传承技术经验 我还有就是说还有精力 我觉得出来 因为我平常都有做志工 那时间上就是说 精力上我觉得我还允许 可以再找工作做 那赚多赚少 都是另外一回事 至少我可以有生活的重心 南投县第一个银法人才就业服务据点正式成立 也开心在我们南投市的闹区里面 希望未来有任何想要找工作的银法人才 以及想要找员工的公司 都可以透过这样子一个就业服务据点找到自己适合的工作跟适合的员工 其实让长辈在还有许多工作的冲劲 还愿意在许多很好的一个职场上在做发挥的时候 这样子也是让我们的长辈或我们的银法族可以做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生活上面的一个 去能够运用跟八卦经验的一个发挥 面对小子化高龄化社会青年和中高龄者世代交流及合作是一种趋势 县府欢迎想要就业的银法长辈可以到南投县银法人才服务据点询问与了解 记者雄心仪南投县采访报道